不畏辛劳,不畏肮脏 灌丹灾情进入第十五天的今天 慈禧之工依然挥洒着汗水 忙着协助灾后清扫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 慈禧之工开始用移工代证 带动当地受灾相亲前来付出 今天我们也知道说居民很多会回去做工 然后就有一些 就有移工代证来 带一些居民出来 有一些他们放钱 这个移工代证除了给他们一些领用钱 帮忙他们家里 他们也是可以造神 也是菩萨造神 希望借这个机会给他们多认识慈祭 不同肤色,不同种族 此刻的大家爱心接力 从给予慰问金协助打扫 如今用移工代证清扫家园 这份陪伴看在当地人的眼里 眼前这位灾民做的投入 因为感恩慈激 协助母亲在后惨况 他连续几天跟老板请假过来 不计酬劳 把握姻缘付出一份力 在区复原工作需要长期的陪伴 以供代证必能启动善缘 大爱新闻,胡慧芬,黄燕碧,马来西亚平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